今天分享一道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甜品羹 鱼椒 桃椒羹 主要食材是鱼椒 桃椒 银耳 枸杞 百合 莲子和小红枣 这些食材都要提前准备一下 鱼椒含有丰富的胶质 顾名鱼椒 鱼椒与燕窝 鱼翅齐名 是巴针之一 是名副其实的高蛋白 低脂肪的营养食物 这个鱼椒是泡了24小时之后 需要上笼蒸一下 放一些姜片 蒸20分钟 20分钟后 用纯净水 冷水浸泡 并放入冷藏室 这样就会使其充分的软化 这个环节不可少 24小时之后就可以熬了 桃椒也是需要提前24小时浸泡 这是24小时之后泡发好的样子 已经很蓬松了 下面还需要很好地清洗一下桃椒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杂质 桃椒是桃树皮中自然分泌出来的树脂 含有很多的植物胶原蛋白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这样就清洗好了 看着也是晶莹剔透的 银耳只需要提前跑一个小时 清洗一下撕成小块 枸杞 枸杞 百合 莲子 小红枣 提前清洗干净 泡一会儿即可 鱼胶从冷藏室拿出来 切成小块即可 这样食材就都准备好了 开始准备熬 开始准备熬 最好用这样的砂锅 鱼胶 蚝蚝椒 蚝蚝椒 银耳 帘子 百合都放进来 枸和枸杞最后放 因为它们比较好熬 因为它们比较好熬 如果放的早就熬的太烂了 水的比例跟巨石材相对多一些 因为要熬的很长时间 大火烧开后 小火慢慢熬 这样才能把胶质熬出来 在熬制的过程当中 需要不断的搅 否则它会糊底 这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 至少一个半小时后 可以放小枣和枸杞了 总共的时间 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熬鱼胶需要一定的耐心 焦制明显的粘稠即可 现在明显的粘稠透明了 放一些冰糖或者蜂蜜都可以 好了 营养又美味的鱼胶可以出锅了 可以看到明显的胶质了 熬一锅鱼胶放冷藏室 每天热一小碗喝 好美的感觉呀